所以鄧教練要把這些選手能夠集合起來 真的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對 真的是 所以他們有人除了打完籃球還要去打排球 還要去打壘球對不對 打地下越野和鐵餅 地下越野和鐵餅 都是這群選手 對 所以一個人要參加好幾項 三項 有一個參加三項 有兩個參加兩項 因為人數不夠是不是 是啊 我們總共全部加起來 女生只有14個讓我們選 14個要選12個 所以你根本很難去淘汰 你都讓他們都來練習 對啊 那練習以後 本來覺得自己認為自己很厲害 一定不會被淘汰 就不認真 不認真以後就被那些 不是很好的 很認真的 對 就趕上來 對 所以我們覺得 因為其實基本上我接他們 就是要把他們的精神打出來 我如果是想要打成績 我絕對不敢接 因為他們不可能有成績 但是他們一定可以 他聽得懂你講話呢 聽得懂啊 我都跟他們講實話 對 我說你們努力 要打自己的精神給別人看 要讓別人肯定你們是有希望的 對 讓別人 讓你們有舞台讓你們展現 因為他之前 我看過他們第一次是我去看 男男 劉家發 劉教練練球 我們去鼓勵他 對 因為他帶得很辛苦 所以我們就去鼓勵他 結果看到女男沒有教練 然後自己在旁邊練習 那個程度真是差 我說 唉唷 這樣怎麼參加比賽 結果沒想到我就是要帶他們的 對 對 我就覺得這是有緣 真的是有緣 那個上帝就是叫我要這樣做 對 那佳淳 教練說你們程度不好 心有沒有碎了 制止啊 沒有 也是制止啊 也要接受 也是事實啊 對 要接受啊 要打出精神來了 對 我們給你加油喔 好 好不好 謝謝 所以其實要問一下聖老師 聽到他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在於說 台灣聽障的人這麼多 可是只有這麼一點點的人站出來 表示什麼 他們一直沒有被看見 沒有被肯定 對不對 所以甚至於一直都不相信 自己也是很棒的 被這個聽障給限制住自己 是不是 對 我覺得 是不是有一點這樣的一個 對 我覺得聽障奧運的精神 應該就是讓大家能夠關心 這些聽障朋友 他們其實如果不是一個台灣版 聽障奧運的話 他們日常生活當中的這些不方便 或者說他們所遭遇的 這些生活上的困難 我們都不會去注意到 也不會知道 其實我自己講老實話 我兩年半前 我身邊我沒有認識 任何一位聽障朋友 那這段時間接觸這麼多 我才發現說 其實這一群朋友 真的是又認真 然後又努力 那這個社會有沒有給他們 一個公平的機會 那我覺得就是 因為半聽障奧運 他們的處境被大家注意到 我們這個社會 就應該去改變一些 原來的一些 既定的這種刻板印象 然後給 我覺得聽障朋友要的 就是一個公平的機會 那為了參加這個 比賽的集訓 那是不是女兒版 有工作對不對 都要暫停 暫時停止對不對 對 那後來還好 這公司他們覺得 這也是因為 是一種國際大事 也是我們國內裡面的 滿大一個活動 所以還遵取他們 留子提醒 這是滿難得的 整個集訓時間多長 應該是 四個月應該可以 四個月 他們算是遇到比較好的 大多數不行 像那個男子的手球 十七個球員 有十個辭掉工作人 就是為了要集訓 為國爭光這樣 十七個人 比完之後他們怎麼辦 就再重新找工作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要覺得 要為他們來加油 他們為了自己 為了想幫國家爭取一些 榮譽 對他們 這個比例我聽到 我也是嚇一跳 我不知道十七個裡面 有十個辭掉工作 來專心集訓 艱苦的訓練過程 磨出精針球技 不說沒人知道 這群國手 通通都是聽障人士 讓網鏡頭記錄下 他們比正常選手 更辛苦百倍的一面 場上追趕跑跳碰 球員教練之間 一定要有這個第三者 球員跑到哪 手語老師就得跟到哪 揮汗如雨 運動量不比球員少 什麼都是手語來手語去 球員就連吵架罵人 也得用手語 炒完了再上場 只是遇到這個問題 該怎麼解決 裁判的哨音 聽上選手 聽不懂就是聽不懂 仔細看 場上這個大紅燈閃啊閃 沒錯 他可是聽上選手的 無聲哨音啊 這些顯為人知的一面 一一被鏡頭記錄 幕後掌進的是他們 我們是開南私床 四個開南大學學生 畢業作品 找上這個主題製作 紀錄長片 作品剛起步 就引起老實重視 打算大力協助 推進電視台 完整不應 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可以很精彩 然後只是看自己 怎麼去發揮 學生的熱情 把聽上選手的心酸 汗水般上一幕 要讓這群 準備為國爭光的 聽上好手 被大家聽見看見 聽到籃球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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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聽奧選手 要不要經過一些鑑定 因為比如像一般的奧運選手 你有沒有打禁藥什麼的 都要驗血驗尿那些 可是萬一有人是聽得到 混在裡面呢 我想不是我們國家啦 有兩種鑑定 一種鑑定就是賽前 他們都要去檢查聽力 必須喪失這個55分貝以上 那他才能夠來參加 聽到奧運的比賽 這個其實騙不了人 他有科學儀器 所以他們到 所以每個選手都要 是在自己國家測還是到 他們是這樣 他們在自己國家要先測 拿了那個證明 拿了證明來登記的時候 抽測 抽測 我們旁邊就準備了 聽力檢測的儀器 那可能每幾個都抽測一個 然後就是在旁邊 第一個會做這個 然後最後得牌的人 得牌的人 要一方面也要去驗尿 完全依照奧運的規格 那個驗尿 還是送到日本的實驗室 然後去驗 然後看看有沒有禁藥這些 然後也會去檢查他們的聽力 所以說得名的人 大概都還會經過再一次 比較嚴格的檢查 那比賽規則是不是有些要改變 像鄧教練 你們那個有時候時間到 要逼對不對 聽不懂你怎麼辦 他在那個球場籃框的上面 有燈 不管怎麼樣 他就算逼 第一他們沒聽到 他們只要看到亮燈 他們就停下來 用燈 燈號 可是打了昏天暗地 誰還會去注意那個燈 就是會啊 你就整場暗燈就對了 不是 會亮紅燈 會閃紅燈 會閃紅燈就知道停止了 對 他們就像田徑 你看那個 一般我們是明槍起跑 對不對 他這個就不可能明槍起跑 他前面有一個紅綠燈 在每個人腳前 有一個小小的紅綠燈 紅燈就是就位 然後黃燈就是準備 綠燈就開始跑出去 他們還有游泳也是一樣 就是ready get set go 對 游泳的話就把那個燈 放在對面 看著對面的紅的燈 綠的時候就 大家跳下去 是用燈號用旗幟 對不對 OK